在做Roloblust游戏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遇到需要重复不断做某件事情的状况 这部影片我将介绍你 Wire、Repeater和Fall这三种回圈 带你解决你遇到的问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柯拉克 想要做Roloblust游戏 却苦于英文能力和无法理解程式语言吗 在这个频道里 我将每个礼拜上传一到两支Roloblust Studio的中文教学影片 不管是程式理论、游戏与功能试作 在这里你都能得到解答 现在立刻帮这部影片按赞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你就再也不会错过影片的更新哦 快点分享这个频道 给你同样热爱Roloblust的朋友知道吧 什么是回圈loop 回圈就是将某件事情不断的去做循环 就是你今天没有签联络簿 被老师发写了十遍课文 老师说今天发写没写完 明天就再加十遍 但是因为你是一个不签联络簿的badboy 你连发写都不写 导致你的发写不断不断的增加 没错这就是一种回圈 或如果你有玩过minecraft的红石 那你应该知道一个东西就做连闪器 红石讯号会因为某个循环 让机关不断的重复触发 基本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回圈 然后我们开启一个新的baseplay 我们在server script service里面 新增一个script 我们的回圈有三种 wire,repeat和for 让我们先从wire开始 当你要使用wire回圈的时候 我们在脚本里面输入wire 按下enter 这就是wire的基本语法 那你肯定发现这里出现了红字错误 这是因为在使用wire回圈的时候 我们要在wire和do之间输入一个布林值 布林值我们在if判断室这部影片 应该讲得非常清楚了 还不太了解的 可以点右上角资讯卡去看这部影片 要使用wire回圈的时候 wire和do之间的布林值呢 必须是true才有办法触发话友回圈里面写的程式 我们这里直接输入true 让这个回圈可以顺利出发 我希望它可以print出一些文字 我们在这里打print 这是一段文字 我们按下run 没错 你的rova studio很有可能会直接卡住 电脑风扇可能还会叫得很大声 我们看到右下角的output的视窗 你会发现在我们刚刚rova studio卡住的时候 它已经帮我们print了 这是一段文字好几千遍 还出现了一段错误 scriptor timeout exalted allowed execution time 这是因为我们的电脑处理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导致回圈里面的程式一直不断不断的循环 我们将这种没有镜头的回圈叫做无线回圈 无线回圈在程式中非常的好判断 当你按下执行的时候 你的编辑器直接卡住 或出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红字错误 就代表有可能你产生了一个无线回圈 我们在使用回圈的时候要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 但也不是叫你不要使用无线回圈 而是我们要避免这种让电脑用超快的速度去处理的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在回圈里面使用wait这个方选 这个方选呢会帮我们在程式执行的时候延迟一个你指定的秒数 如果你没有给它一个秒数的话 那它预设应该会是0.03秒 但是我们这里输入1 按下run 执行 就能看到我们的robot studio并没有出现卡档 而且在output的视窗呢 每一秒钟都会帮我们print出这是一段文字出来 这边有一个重点是回圈在执行的时候 不会去执行这个回圈scope范围以外的程式 我们在回圈的end结束之后 输入print回圈结束 我们按下run 执行 这个脚本呢会因为我们的回圈正在执行的缘故 而不会去执行回圈之后的程式 就跟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 快有跟度之间的布林子呢必须是true 这个回圈才有办法触发 如果是false的话它就会略过这个回圈 直接执行跳脱回圈之后的程式 按下run 我们的output的视窗呢只有显示回圈结束 但这样很怪对吧 我们要使用快有回圈就是要不断的执行某件事情啊 为什么还要输入false打断自己的腿呢 我们在快有回圈之前定义一个变数counter 用来计数 我现在希望呢这个脚本在执行回圈的时候 可以显示这个回圈一共执行了几次 我们在回圈的范围内输入counter 加等于1 将print改成 回圈执行了 点点 counter 点点次 还记得我们的不灵指不一定只能是true和false吗 我们可以使用逻辑运算符 之后我们将我们刚刚这里的false 开始执行回圈之后的程式 我们这边呢要记得 我们上面的坏友跟do之间的不灵指必须是true 这个回圈才会执行 对我们上面的counter是0嘛 0肯定小于5的啊 所以回圈会正常的运作 但是你很有可能会遇到脑筋转不过来 不小心达成大于5的状态 但很可惜 0没有大于5 所以这里会是false 自然这个回圈也不会正常运作咯 不过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使用 叫做breaker breaker 能在我们使用回圈的时候 根据我们设计的条件直接断开这个回圈 我们现在将上方重新改回true 让这个回圈呢可以不断的执行下去 我们在坏友里面的counter加等于1之后 新增一个if判断式 我们判断如果counter计数大于5的话 直接break 我们按下run 就能够看到这个效果呢 会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如果你的if判断式呢 是放在counter加等于1前面的话 这回圈一共就会执行6次 为什么会这样呢 希望你可以拿笔或用脑袋思考一下 我们来总结一下坏友回圈 要记得我们使用坏友回圈的时候 坏友跟do之间的不灵值呢 必须是true回圈才有办法运作 你可以设定一个逻辑运算 或者是一个变数 让这个变数呢 在回圈里面变成false 或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break 来跳脱这个回圈 接下来我们来讲repeat回圈 我们输入repeat 按下enter repeat和until就是repeat的基础语法 那他翻译过来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重复一直到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repeat回圈结束的条件 当然我们要在until后面 给他一个条件 告诉他回圈什么时候结束 还记得我们的坏友回圈 一定要在里面的条件是true的时候 才会开始执行里面的程式对吧 repeat跟坏友回圈不一样地方在 不管你下面放的条件是true还是false 他都一定会执行至少一次里面的程式一遍 repeat会一直执行到until后面的条件等于true为止 当然同样的你可以定义一个变数 或使用break来决定什么时候要跳脱这个回圈 不过我们来教一些新东西 现在我希望我们的脚本呢 可以生成一个随机数 我们第一个变数 local random number 就是随机数 我希望这个回圈呢 可以不断的生成一个随机数 一直到这个随机数等于6为止 我们在repeat回圈里面呢 将这个变数复值random number等于math.random 这是一个用来随机生成数字的方选 这个方选呢 你要给它最小和最大值两个参数 电脑呢 会帮我们随机决定一个两个数字之间的数字 我们输入1 6 就像是一个骰子一样 这随机数呢 现在只会生成1到6的随机一个数字 我们在下面输入print 这次的数字是 点点random number 接下来我们在until后面输入 跳脱这个回圈的条件 也就是random number等于等于6的时候 现在这个回圈呢 就会一直执行 一直到我们的random number呢 等于6为止 我们在回圈的范围外 输入print回圈结束 发一下run 就能够到output的视窗去看一下 你今天的运气如何咯 最后我们来讲讲for回圈 我个人认为呢 这应该会是你在写脚本的时候 最常使用到的一个回圈 for回圈呢 可以让你事先决定好 这个回圈要执行几次 例如我希望这个回圈呢 可以执行5次 我们在使用for回圈的时候 要输入for 接下来我们要定义一个变数cout 这个变数呢 其实你可以自己取 这个变数呢 代表了这个回圈 要从哪一个数字开头 这个变数需要是一个数字 我们输入1 接下来输入豆点 来隔开第二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呢 并不需要变数 我们直接输入5 来表示这个回圈 要执行从1到5次 接下来我们在回圈里面 将cout print出来 按下run 你就能够看到 在ropt视窗显示的1到5的数字 但是聪明的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为什么这个回圈 会从1数到5呢 这是因为这个for回圈呢 其实还有第三个数字 可以设定 我们在5后面输入豆点 接下来定义第三个数字 第三个数字就是一个增加的量 在预设情况下它都是增加1 所以当你只是要增加这个变数 加1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省略第三个数字 我们将第三个数字呢 改为2 按下run ropt视窗呢 就会从1开始 加2到3 加2到5 因为终点会是5 所以之后就不会再执行咯 同样的 除了让for回圈自然结束以外 你当然还可以使用break 在你设定的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直接跳脱for回圈哦 我们结合我们上一部的instance 来连续创建多个part 我们先将刚刚的第三个数字 改回1 或你可以省略它 接下来我们在for回圈里面打 local newpart 等于instance.new 就是创建一个新的object嘛 我们把我们的老朋友part 叫出来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定义 他的配伦属性 输入newpart.parent等于game.walkerspace 我们来帮他修改一下名称 我们输入newpart的name等于cube...cout 这样子他就会依照这个回圈 一共执行了几次来改变 创建出来的他的part的名称 我们按下run 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的walkerspace里面呢 多了五个part 并且里面的名称呢 分别是cube1到cube5 我们这边可以使用多重for回圈 来print出一个99乘法表 我们在第一个for回圈里面呢 输入第二个for回圈 我们将两个回圈的设定呢 变成1到9 我们将变数名称呢 变成none1和none2 来代表了第一个数字和第二个数字 接下来我们在第二个for回圈里面呢 写printnone... 点点.... x...none2... 等于...none... 乘语...none... 我按下run 你就可能就在Output視窗裡面看到一個完整的九九成法表囉 我會說Fore回圈會是你在寫腳本的時候 最常使用到的回圈是因為 你在做Roblox遊戲的時候 經常會看到使用Table包起來的大量資料 你可以使用Fore回圈來騙立Table裡面的資料 Table會是你接下來在學習儲存玩家資料的時候的重要知識 不過讓我們將這一部分留到下一部影片介紹Table的時候再一起介紹吧 對了你知道嗎 按照YouTube後台資料的統計 就有不到30%的觀眾在觀看我的影片的時候有訂閱我 現在趕快幫我按一下訂閱 訂閱is free 下禮拜就會有熱騰騰的Table的詳細教學喔 在這邊我就先不介紹了 在這邊呢我給各位留下一個作業 這個作業可以說是每個剛開始在學程式的人 在學習到回圈的時候都一定會遇到的作業 請問你要怎麼使用Fore回圈創建PAR來拼出這樣子的圖案呢 試著先不要Google自己嘗試看看怎麼寫出來吧 我可以給你一個提示 這個題目會用到多重回圈喔 答案的程式碼會在下禮拜一起公佈喔 好啦那麼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回圈loop的教學囉 別忘了幫這部影片按讚並且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再錯過我的最新影片喔 趕快分享這頻道給你同樣想做Robus遊戲的朋友知道吧 我是柯拉克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